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 这是什么血脉 天呐 这邪恶的东西竟然真的存在 传说与外有一种妖兽之王 是最邪恶的存在 偶袖也从没见过 不 他甚至不能成为妖兽了 他是魔 牵手之魔 臭小子 你可一定要小心 这力量要是暴走 你会反过来被他反噬而死 好 龟爷放心 哇 好强的力量 我甚至感觉到自身的行为直接飙升到了大武士后期 什么人 哥哥 是我们 太好了 少爷 你没事 你没事 李玉堂说 少爷你被龙王龟吃掉了 我和贼黄大哥不信 就进山来找你了 七天了 少爷你为什么不回来啊 夫人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了 啥 七天 七天 别看我 你的确在这蛇犬里面蹲了七天 李玉堂那卑鄙小人趁着哥哥不在天天缠着嫂嫂 我看她是对嫂嫂有想法 巴不得哥哥你出事呢 李玉堂可是每次都对我下了死手 不能再留她了 云帆 玲珑姑娘那边的证据收集得如何了 玲珑姑娘已经成功收集到李玉堂的勾结名册了 她前几天还在催促我们快动手呢 好 你们先回去保护好夫人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说吧 那块火精在哪里 玉琼 叶师弟 你确定火精就在这里吗 我确定 李玉堂告诉我火精在这儿 霍次答应帮她对付李玉果的 果然通风报信的就是李玉堂那小子 李玉堂这家伙明明跟我们山战合作 却又把我们出卖给你们 你们跟他这种小人合作 也不会是什么善差 杀 为我们子雀的兄弟报仇 哼 不自量力 神圆剑阵 哇 好惊人的威力 这就是武林巅峰的实力吗 谁在那边 哈哈 你们继续打继续打 我只是路过 原来是驸马大人 这阮饭王怎么还活着 杀了他 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恶人 等等 他拿的是血衣门的刀 血衣门也来到零射山了 他定是跟血衣门也有勾结 他也 果然是个小人 叶师弟 别冲动 先问清楚情况 看来不能一走了之了 将即救济吧 大家都听我说 我之前被龙王龟带回了巢穴 发现他杀了一大群血衣门的弟子 里面还藏了很多火精和装备 马大哈现在拿不出火精 我估计那巢穴里火精应该就是出自这里 嗯 我呸 证据呢 这就是证据 两瓶我冒死带出来的蛇拳和血衣门的刀 火精还在龙龟巢穴中 我看既然是误会一场 你们就别打了吧 咳 嗯 行 我就给纳兰城的驸马爷一个面子 话虽如此 但是 西门兄 我有些话想单独跟你说 西门兄莫担心 火精这事是叶琼说的 你们掌门要怪罪也只会怪叶琼 而你这个宝贝师弟 最近在门派里风头正上 长此以往 西门兄你在宗门的地位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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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不过既然我们是兄弟 这瓶蛇拳西门兄你就拿去 掌门见了一定欢喜 好兄弟 咳咳咳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火精 确实已经被血衣门的人抢走 我们必须尽快回去 通知掌门和掌老 等等 师兄 那些个都是贼人 我们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 叶师弟 我们这次的任务 就是取得火精 而不是他们 况且我们无功而返 你难辞其咎 就是 消息没掌握准确就跟掌门说 这不让我们白拼命一场嘛 要是拿到火箭 救他自己功劳最大 他才不会管我们的 算了 索性这次没有发生其他意外 我们还是回去吧 驸马大人 能分给我一些蛇拳吗 我拿零食和你换 这么漂亮的真元宗妹子 只能是云仙尘了 姑娘好眼力啊 不过蛇拳和零食可完全是两个概念 你若非要买一千颗零食换一瓶蛇拳 如何 你 这淡淡的体虾 哼 这次多谢驸马大人带来准确消息 那我们便先打道恢复了 奇怪 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刚才多谢驸马爷替我们说话 哼 谢就不必了 你当真不知道我是来做什么的吗 呃 驸马爷 这些年我们抢劫百姓 都是李玉堂支持的 并非我们医院 我们为李玉堂卖命 他却唆使其他人暗散我们 这个卑鄙小人 大人 你要杀的话就杀我吧 但我恳请您放过我的这些弟兄吧 哼 起来吧 还算是条汉子 你们与我一起回去指认这幕后黑手 事后是赏是罚 就看你们的表现了 遵命 谢谢 多谢驸马爷 哼 李玉堂 这次 换我弄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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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